來給你們看看 實實成體重 好亮啊 多少來著 我穿了一件很厚的外套 現在是39點 39點 五六五 一直在跳 五零 39點 39點 那就算39點65 我看看我的相機 這個我好像有在微博上發過 感謝Hence叫做R7的飛機 這個我在微博上發過 這個其實拍出來受過不怎麼好 他們就沒怎麼用了 這個是 有看過那個叫什麼 那個 吉隆坡膠片Vlog應該起的這台 這台是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 在1999年 前產的一台膠片相機 但是它好像壞掉了 就是那個時候還是好的 然後後來被我搞壞掉了 然後這個是一台 這個好像才三十幾塊錢 還是二十塊錢 還包油的 這台是一台很劣質的膠片相機 然後但是它很便宜 很劣質 但是它 它可以潛水 對 它外面這個是防水殼 就很屌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是 這個是哆啦A夢的 反正也很劣質 這個好像十幾塊錢吧 這個我在鹹魚上買的 十幾塊錢的 這台比較貴 這台好像 好像300多 反正膠片相機 OK 你看看這個 你知道我真的有坑 其實這個 不只是刷掉而已 我只是 就拿它來防塵的 你知道吧 就拿這個防塵 還挺好用的 剛好缺一塊防塵布 然後這裡面也是一些膠片相機 這台是一些 這是屎尿屁的 對 屎尿屁的一台 然後這個是那種 很長的那種 就是拍出來的照片 都是這麼長的一條的那種 就是這個顏色很騷 所以我很喜歡 是因為顏色 我才買的 然後這個是 誒誒 那個好可愛 這台是不是超可愛 這台是不是超可愛 這台我還沒用過好像 沒有拍過 然後又有一台皮卡丘 這個是這樣子開的 對 這個是這樣開的 很酷 超好看的 這些相機 你就算不拍東西 拿出來掛著它 這樣也很酷炫 這個好像是 這兩台好像都差不多是五六百吧 反正這種 因為他們兩個是屬於那種限定版嘛 就 就比較貴 就是有別的IP加成的 然後像這台的話特別貴 這台好像 好像八九百吧 我買的還是全新的 就這台我買的是全新的 他雖然是一九九九年產的 但是居然可以買到全新的 就他的前一任主人 給他保存特別好 就來的時候 他來我這的時候 還有外面那個殼子 就像這樣子的 這台也是一台全新的 然後這邊送的是一個望遠鏡 對這些都是兒童相機 都是就是以前 一九九幾年代 給小朋友玩的那種相機 反正就超多特別簡單 然後給小朋友玩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台 多萊姆 這個好可愛呀 這台超級可愛的 超級可愛 然後還有一個你好貓的 這台超好看的 這台雖然不是全新的 但是我拿到時候 我覺得他的橙色 基本上就是全新的 就是這樣開的 這個超可愛 這個塑料質感看的好爽 這台超超好看的 超級女孩子的 那他這個就是這些東西 少說也有就是 這個是99年 99年到現在是多少年 20年 對20年 一點都沒掉漆 然後這台好像也有20多年了 你看20多年前的東西 還這麼這個漆面 哇塞 一點都沒掉 然後邊邊角角都保持特別晚 所以大家一定要愛護東西 就當你很愛護的東西 經過幾首買賣 然後轉到別人手裡的時候 拿到那個人一定會非常感動 我就特別感動 這台是小天使 這台因為 因為他上面有小天使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是什麼的 這個是Bandai的 這個是萬代的 這個是97年的 旁邊有寫1997Bandai 就是 這樣開的 這些差不多都是屬於那種 傻瓜相機 傻瓜相機就是 你什麼都不用調 摁就對了 然後最近對焦距離 都是1米好像 或者是0.9吧 這台我好像拍過 拍過一點點 裡面好像還有膠質 它這些拍拍照的那些方式 都比較傻瓜 就是摁 摁完之後 然後有一個這個轉的 擰擰擰擰 然後過篇 然後過完篇之後 一卷拍完之後 從這裡 這裡面有沒有膠片呢 沒有 放心了 那這裡面是長這樣的 倉是長這樣的 看看這個 這麼快門能不能的按下去 我忘了怎麼用了 那就是這樣子吧 這台好像要裝電池 我覺得 這台我有拍過 畫質壺的一匹 這台 這台效果不是很好 這些 這些這種玩具 長得特別可愛 這種焦距相機 基本上畫質都不行 然後這台是 美少女戰士 然後這裡還有兩件這樣的東西 但是玩具相機 它就是 純收藏價值吧 所以我 我有段時間很喜歡 然後買了幾台之後 後面就沒有再去買了 後面我買的都是那種 就是 機械相機 都是那種 比較 比較 剛硬的那種 比較 硬核一點的那種 照片相機 照片相機 這個是 看這個是什麼時候過期的 這個膠卷 這片膠卷好像過期了11年還是過了多少年 我看看 哪有日期呢 這邊有寫 04年 04年的11月份過期 這個膠卷過期了16年 然後還是全新的都還沒拆開過 這個是比較老的一個膠片廠 這個也是 這是柯達 柯達的嘛 柯達大家應該 不一定都知道 多少人知道柯達呀 這卷好像也過期了 你看這個拆封封條都還是好的 都還沒拆過 然後盒子還這麼新 這個是哪一年過期的 看一下 這個更厲害 這個是01年的8月份就過期了 這卷過期了19年 你們知道柯達 柯達其實沒有倒閉呀 現在柯達 現在還可以買到那個全新的柯達膠卷 哎呀 你說柯達倒閉了我就不開心了 來我要帶你看看我們家的冰櫃 帶你們看看 我的冰櫃 大家的冰箱裡的冰凍層都是放的什麼呢 雞 鴨 牛 羊 豬 排骨 五花肉 對不對或者冰淇淋 但是我呢 已經用掉了很多了 本來這邊都是滿的 我是各種各樣的膠卷 這個是什麼牌子 什麼富士的啊 這個是富士的 這個是富士的 這個是富士的吧 對富士片 這個是富士的 這個是什麼的 這個是 這個也是那個很老牌的那個長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柯達的 這個是柯達這個是反轉片 這個是拍出來就是 這反轉片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們拍出來的那個膠片嗎 你們不知道不知道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看過拍出來的那個膠片 好冷啊 那個也是小時候拍出來的膠片 那個你直接看膠片 它不是就是灰蒙蒙的嗎 然後這種膠片拍出來它就是彩色的 然後這些是一些散裝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業務卷 這個也是富士的 也是富士的 然後這個是大名鼎鼎的 砲塔 柯達砲塔 這個我買的是135規格 然後這個這個有一整的我買了一整條 沒有多少 這個400 就是它這個400 400是那個I ISO還是IOS IOS的 ISO ISO 傻傻分不清 的那個那個數字 最近都沒有什麼機會去拍了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什麼什麼什麼電影卷是別人自己裝的 它就是那種一大桶的 然後被那個商家切割切割 切割切下來 然後切下來裝的這種一小小的 就是 你剛才寫的電影範 這包裝都是人家DIY的 我不是在那個B動態發過那個那個叫什麼 就是 拍看起來很舊的一組那個膠片拍的刷破尾嗎 那個就是用這個這個卷拍的 這個卷也是因為它過期了很多年 就是過期的卷的話它顏色會發生一些變化 然後有時候 就你不知道它會變成這樣 它有可能會變成那種面目全非 有可能是發黃發綠發染 反正就 就會很神奇 所以買這種卷過期的卷的樂趣 就是你拍的東西是未知的 你只有到洗出來的那一刻 你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 所以拍這種卷就是 充滿了新奇感 未知感 這可能很好玩 但是我買的也不多 因為這個 畢竟不能不能出 出那種就是可以存著當當當當壁組的片 反正就是各種各樣的腳卷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黑白卷 這個好像也是黑白卷 然後這個是 一六零港光的那個炮塔 這裡面 我上次拍那個 就是拍那個 小圓喵的那個方形的那套 小圓喵的照片 就是我記得它有一首歌叫什麼 洛花對不對 它那首歌 就是它有首原創曲 小圓喵的一首原創曲叫洛花還是什麼的 它那首歌的那個 那個歌曲的那張圖 就那張照片那張圖就是我拍的 然後用的就是這個規格的膠卷 這個是120的膠卷 它是跟135相機不一樣的 這個卷是這一框裡面最貴的應該是 因為這個也是炮塔 炮塔是現在比較好的 就是柯達有沒有倒閉啊 我不太清楚 我之前好像也聽說過柯達倒閉 但是我現在還是能買到它的膠卷 而且膠量其實還蠻高的 那個 那個商業用途其實不太有了 但是愛好者還是很多的 是不是很酷 就冰箱裡面長焦一點 唉唷好冷 好冷好冷好冷 那底下可是零下 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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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度 好鰊